在夫妻当中 同学们常常有两种障碍 这个障碍是普通的障碍 有不要害怕 为什么每个人都有 都经历过 没有一个没有经历过的 一个就是定不下来 佛妻里头念福 想定下来 妄念很多 这叫调局 妄念福不住 佛号也压不住 另外一种跟这个相反的 没有妄念 昏沉 念不住 就大壳睡了 这个是我们 可能大家都有经验 念佛堂有人大呼了 睡着了 这叫昏沉 一个昏沉 一个调局 怎么对质呢 七觉分 可以对质 如果是 调局 就是心里头七上八下 那妄念福不住 就用前面 三个方法 这法 精进 用这种方法来对质 那要是昏沉呢 昏沉 用前面三个方法 这个这个调局 用 用后面的三个方法 调局的时候 用血 用钉 用脸 昏沉 昏沉 昏沉的时候 用则法 静静 洗酒 你比如说 止静的时候 昏沉最容易 在这个时候发生 止静 大家坐下来 很容易 这个时候倒壳水 那怎么办呢 你就 不坐下来 你静心 你选择 静心的方法 走动的方法 还不行 有的时候走着 太大壳水 那怎么办呢 再选择拜佛 你到佛前面去礼拜 止尖 十五分钟 你就拜十五分钟 用这个方法 所以可以选择 方法 对峙 这个昏沉跟钓鱼 那么心七上八下 就用识 用定 用念 用这个来调整 这个识 念佛堂当中 用的最普遍的 禅堂也如是 这种东西